好了,第四節,是不是做完這一節就走了? 是的,麻煩了大家 OK,我給我補充最後那裏 其實想說國內的遊客似乎出國的人數來說 比市場年初的預期也有一個比較大的落差 剛才說了,除了簽證這些,我也有聽過的問題 另外,載客的運載力,航班來說 也是遠未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正常情況 還有,上星期四好像說過 剛剛上星期四才公佈 中國文化及旅遊高來說 對於一大堆的國家是可以重新開放全體的旅遊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大家對國內的 其實不單只是國內 如果你看看我們過去香港的旅遊的情況 大家都應該有心思逃命的 我不知道可能因為K.O.和Eddie比較年輕一點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你如果是小時候,如果跟家人出去旅遊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跟團的 就是 是,我也還是 是的,長大了就開始 其實我想這十幾年開始 其實是越來越多了 就是這個所謂叫做自由行 你自己買機票 上網訂機位啊,找酒店啊 其實都是我覺得這十幾年 是真的開始比較多了這一種的形式 OK 但是呢,我想其實這個 這個自由行的形式來說 其實當然第一就是 受制於就是說 你那個地方 這些資訊是不是很發達 很充裕 很容易被你找到這些資訊 OK 另外來講 我也都是我想在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接受這一種的形式 因為呢,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如果你看看在國內來講的話 其實國內絕大部分的 特別是如果不是一線城市以外 就是如果說是二線,三線,四線而已 其實那些都是很多是 就是 我又不想用到說很鄉下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真的 可能未必是對那個國際的視野 那個接觸是這麼 就是跟得上的話呢 你說去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地方 OK 又說話又不懂得說了 OK 連坐車也不懂得說 你叫他自己去的話 其實可能真的 都是一個挺大的一個障礙 OK 所以對他們來說的話 你沒有這個團隊 沒有這個團體的旅遊的話 那我不如不去吧 就是 你搞這麼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 就不去了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影響都挺大 就是現在 就是 因為上星期四那個公告呢 就是with immediate effect 就是由星期四開始 已經可以重新辦了 那樣東西 那當然provider的簽證 那些是要跟得上 支持你的話 所以 如果Eddie很懷念 這些在外國旅遊地方 很多的普通話的話呢 我相信不用太多 我覺得你可能過多兩三個月呢 如果你再去不知道哪個地方玩的話呢 我想你就已經會 重新可以聽到你這個 非常之懷念兼熱愛的普通話 在你身邊 不要緊 不要緊 很開心 因為每次我經過倫敦的台灣街 看到中國銀行的時候 我都是 每次我都有一點點感動 想流眼淚 就是 看到一間中國人的銀行 在倫敦英國去經營 我每次都很開心 但是 我覺得 就是 當然政治可能 K.O.會比較熟悉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以 中國的國內的經濟來說的話呢 就是 當然實在會有人是出來旅遊的 就是 不知道去用特權也好 怎樣也好 就是出來 或者旅行團做樣也好 怎樣也好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會去之前 就是 就是 前面領導人或者疫情之前的一些情況下 是這麼多人可以出國去旅遊的話 始終 你還在使用一些 就是 去用的錢 在海外 他盡量有意無意 都是希望可以製造多一些 就是 內需 希望可以買多一些 K.O.的一些 公司的 運動服裝的東西 都好 就是出去買 買馬士的手袋 對不對 所以就是 都是希望可以來回自己一個 國家的消費 那麼 三頭馬車 就是這個禮拜的經濟數據 全部三頭馬車都 都 就好像崩崩你提 那 你說會不會是 就是 就是大放異彩 全部人可以出國去旅行 但是 我不覺得是 就是 不會回去之前這麼誇張的情況 有就一定會有 但是 我其實在海外見到一些旅行社的經營 或者在香港還有旅行社的經營 我都覺得很慘 就是 你憑什麼旅行社做這個 business model 還行 我真的不太明白 真的 坦白說 我其實上個星期去 希臘那個小島 都不小 就是一個大島 Crit 其實我都是參加一個所謂的旅行團去做 你現在如果是要做一個旅行團的話 只是可以做一些有特色 或者有 特色做的一些東西去給你做 才有人是想參加這隊旅行團 而那些已經是沒有鴨仔的形式 因為 我絕對真其中一個旅行團就是 他逼你 就是無端端看完一些景點之後 接著就載你去一個 三不識七的商店 就說 你在這裡買東西 你明顯地知道他是在收恢復的 這個是很真的 大家如果是 我想是我和Eddie那個年代 John不知道 就是當年我們去日本 就跟團 一定有一個 一站叫田奇珍珠 我真的 Eddie 但是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 就是無端端要載你去一間 就是珍珠店 田奇珍珠店 我當然明白 他不帶你去那裡買東西 你腳邊圍到皮 我告訴你 那些 就是在車上 向你兜售的 朱古力 那些什麼 最新型的電動牙刷 你買完胎 十至九次 你都是會後悔的 所以 旅行團的那個模式 就是 現在有得選擇 當然盡量都不會選擇兩條 真的很落後 就是很 不跟得 時代那個 那個 就是 去進步 不知為什麼 停留在那個位置 就是 之後大英博物館 可以再見回 這些旅行社的 一些 產品 但是 真的 這個年代的 小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 持有一個實體的地圖 就是現在 你持有Google圖 基本上去到任何一個城市 就是 不需要是大城市 就是隨便一些偏遠的 這些街道都很清晰 但是以前我們就 就是事先你要去那個城市 你要買一本旅遊書 你要把地圖 然後你想去哪裏 就計劃好了 這樣 那 還有 如果再大鑊一點 你要搭火車的 那你又一早要檢查好火車的時間 這樣 這樣 就不容易檢查到 當然 就是 譬如我們特地買廣告 譬如你 那些 一些特別的旅遊產品 可能 你們兩位 可以去 非洲的 動物大簽罩 看看 那麼高貴的一些時候 那麼 很遠距離看的 就不像大家 下一個主席 開船那麼近看 那就影響不到那些動物 那些我覺得 都是OK 可能真的要一些 旅行社幫你 特別的 安排 但是你說去真希臘 那樣 五天四夜 或者去一些外島 不要說是打電 去Sanitoni 我上個星期說 很多人都去的地方 其實你只買了機票去 其實自己預約 就算你不想自己預約 你想有當地人帶你去玩 其實你去旅遊 然後你搜尋 什麼要做 那你旅遊 你其實早一晚預約也好 你即日早上預約也好 其實都是很多選擇 又不需要跟隨一個 去設定給你的行程 你可以自己計劃自己的行程 是的 即是 不知不知 仍然有旅行社可以生存得到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年紀比較大的 未必會玩這些 都仍然要靠 不用煩 每個人好像你那麼聰明 但是這些 越來越少銀巴族 但是他沒有推出一些產品 企業是需要不斷長清才能保持公司移民 你不只是做到那些人口 夠鐘就算了 那就沒辦法 麻煩K.O可以給我分享一下 最後可以講一講其他的議題 國際化的事情 今次也想講一個老問題 就是 一個 在阿根廷的事件 那麽 K.O.其實在我們的 那裡都有提及過 那我也是 有看這個新聞 那麽 阿根廷的 就是這些南美國家 尤其是阿根廷 作為其中一個南美的大國 那麽 那麽 始終都是那個 cycle 都是這樣 就是出了事之後 就是跟著救回 那麽可能 就是有做回一些債務重組 那麽 那麽做好好的 或者那麽美元低息等等 那麽 你記得吧 好像是兩三年前的雷總 那麽阿根廷又出了一些 國債 那麽 多數就是隔五六年 那麽大家的記憶都是 就是 就是不太記得的 雷總不斷在一個節目說 不要買阿根廷這些債券 就是 阿根廷那個 就是 就是 就很差的 那麽之前是電話過的 那麽 那麽現在又是這樣 就是不太明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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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麽 到底 這麽 那麽 就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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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大家聽到新聞報道 比市場預期好就不代表數據好 不過市場預期特別差一點 這個已經是出市之前的CPI 最新出了市之後 現在Forka可能年化的負責會去到180% 所以真的相當差 所以大家解讀一下 聽到一些新聞報道 可能公佈國內的經濟數據 就說比市場預期好 雷總又說國內經濟一般 不要受這些語言的藝術欺騙你 比市場預期好就不代表本身的數據很好 不過是當時的計劃更加差一點 其實本身的數據也是很差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阿根廷的總統是不是就是 好像是特朗普來的 其實比較詫異的就是 通常如果是選舉出現一個驚喜 有一個新的總統已經陳埃樂定了 就說對市場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也說得過去了 但是這次挺出奇的就是 其實是一個 primary 的選舉 就是一個初選來的 竟然是一個 大家原本想著都是兩個 阿根廷主了兩個黨 一個就是佩隆 一個比較左翼的政黨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 中央左翼的 就是剛才女人的那個 現任的就是中間的那個 Sergio Masa 忽然間爆了一個就是最左手邊的 那個 那個髮型比較奇特的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黏上去也要扮特朗普的 這個 這個 其實都是類似好像一個級帽出來的 一些路線 跟巴西 就是之前那個 現在就是雷拉 上一任就是Jai 那那個也是一個特朗普的 那行的政策也是包括說要枪械 加速這個枪械的自由化 就反對墮胎 就是又是高舉這個傳統家庭價值 那又說就是很反對一些左翼的一些 就是一些近年的一些思想 那但是阿根廷就當然有他自己的 context 他的經濟政策就是很簡單的 那就是取消了阿根廷的貨幣 行美金 那我們就不會再有這個貨幣貶劑 也都不會有這個hyperlentation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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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 那 但是我覺得都很誠意地 他是經濟學的 他是經濟學家來的 就是說為什麼可以說話這樣 我們全國家領導人張德剛都是經濟學的 但是他就是北韓大學的一個經濟學的一個畢業 經濟學都有分很多 還有你認識的那樣東西 你不能叫醒一個辦睡的人 他認識的東西和他說的東西 可以是兩回事 被鼓指揮老袋 為了上位可以說很多他自己未必相信的東西 但是其實是言之上早的 只不過是大家不預期他會在三個候選人當中 竟然是輕微領先 所以10月才正式選舉的 變數還是有的 就比較混亂了 其實呢 阿John也說了很多次 阿根廷問題的由來已久 其實IMF一直都有一筆負責的準備批給阿根廷 但是保持了 其中一件事是說想先扁一扁貨幣的 本來呢 這個Sergio Masa都頂住了就沒有扁著的 這次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呢 就都不扁不扁都還需扁 就扁了了 所以現在IMF應該會放錢給他們 短時間內可能都可以頂到一頂的 但是出現了這樣的超級通脹 出現了這些貨幣在黑市貶了一半 忽然間失去了一半的價值 就是你本身這個國家要有一個黑市的貨幣市場 都已經是很嚴重的了 然後你再在黑市上掉了一半 那就是基本上你的紙就變了廢紙了 我看FT的報道就說 有很多貨品是漏夜跪了十幾% 就已經不是說 就是Eddie你說 你那個英國的十幾%通脹是一年了嘛 它是漏夜跪了十幾% 所以這個狀況當然是很難撐 我記得去年雷總買單的時候都說 雖然阿根廷的Pay Stock就下跌了 但是買單算回到指數 股市就有賺的 所以如果你用阿根廷的貨幣去買股票市場 如果你有門路的話 其實有機會賺 看看我到市了 現在是不是要入市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如果有機會 其實今年我就 我每年都想去一個 Spanish speaking的一個國家 那你有很多選擇 你不用一定要去阿根廷 阿根廷真的很危險 真的不要去 拉寧美洲我就很喜歡 因為那裡雖然古巴是走一個共產主義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那種共產主義 再加上拉丁都是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老男席 好過北韓那些 要打要殺 拍過領導人 我相信拍古巴卡斯特羅 如果拍半身的話 他不會被人抓 因為今年我跑完紐約馬拉松的話 我都會去古巴一趟 但是其他拉丁美洲的國家 除了巴西之外 或者幾個小國之外 其實我也真的很有興趣 阿根廷其實 什麼智利啊 什麼秘魯啊 你不用一定要選一個阿根廷 是的 但是因為地球上 這些旅遊的資源 其實很危险 一個就是一個天氣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看到阿根廷 南部其實有一個是冰村 那個冰村是很漂亮的 其實是融了三分之一的 剩下三分之二的 我不知道有新之年 有沒有看得到 所以如果有機會 都希望去那個黑市的市場 希望可以買一些貨幣 都希望可以旅遊一下 我以為你想去是因為你是王家衛的粉絲 那這個春光雜舌 就是在這個布爾諾斯艾利斯那裡拍的 所以你要去一趟 那當然王家衛導演都是一個偶像 都是很喜歡的片 但是如果在西班牙 為什麼要在布爾諾斯艾利斯拍的 這個春光雜舌 因為布爾諾斯艾利斯就是 在香港地球的另一端的城市 剛剛倒轉了 所以他王家衛導演的畫面 有時會是剛剛180度倒轉了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都很想去 因為他的西班牙文 那個口音就特別重 所以很難聽得明白 如果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文 比較好聽一點容易聽一點的話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我去過的墨西哥 都不錯 所以阿根廷就希望頂住了經濟 希望雷總不要再踩多兩千蠢 在四十一的節目就唱衰阿根廷的經濟 都不錯 那另一個問題 我都說就是旅遊資源 其實就在世界上其實是受到威脅的 第一個就是天氣的問題 第二個 為什麼我都花點時間 或者花點錢來希臘的話 我覺得萬一就是俄羅斯發瘋了 覺得原來希臘文化都是他 斯拉夫民族的其中一個部分 都要攻打希臘 我不是混蛋 所以我怎麼都要看巴默神殿 就是去一下 為什麼要攻打呢?解放 解放 一些龍的遲屍 我真的命都沒有 所以就 什麼都要來一來 所以真的很慘 有受戰火的影響 有受天氣的影響 就算你說那些名勝古蹟 還有一些陸柱 其實那些是 麻布 麻布其實是卡布尼 如果有宣語其實都是會用的 所以都很受影響 所以盧布也是在自解放穆克蘭戰爭之後 也是跌到一個新低 我們記得那時候也報導過 去年 開戰之後 其實盧布也是有升一些 那時候都是用一些措施去維穩 維護著盧布的貨幣的幣值 但是到了現在已經是穿了位 整個經濟都很大問題 我看不到有一個沖漏在那裡 那我講的部分就差不多了 那看看你們還有什麼機會可以說 其實我想補充一點點 因為剛才你說穿了位 其實如果看盧布和美元的那個匯價的話 應該是沒跌穿過去年 就是這個俄烏戰士剛剛爆發的時候的水平 應該是沒穿過的 不過剛才你們也說了 就是去年一開始交鋒 然後西方國家已經是 Bellin-Bellam那些制裁的套司 就一浪接一浪 然後俄羅斯的勞報急跌 那時候俄羅斯央行行長 那位女士Nubulia 就是大幅地加息 除了大幅加息之外 其實那時候還用了一些辣椒的 就是要硬性規定 一些在俄羅斯的大企業而言 外匯有部份是要搶回給政府 所以就透過一些貨幣政策和這些行政手段 其實就很快地扭轉了那個盧布的跌勢 但是這次來說的話 其實也都在短短兩天之內 就已經是連番加息 但是似乎這次相對來說的話 那個盧布就不太聽之笛了 都仍然是繼續比較偏遠一點 那這個就怎樣拆解 或者下一步怎樣走走 只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我想 其實反而現在一個比較大的變數是什麼呢 去年的時候 這個普京還有一個非常之強大的後盾 就是一個無上限的 一個友誼的一個好輪郭 但是一年之後的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跟普京攬頭攬頸無上限的盟國來講 國內的問題都不斷發酵爆發出來 到底還有沒有時間去關照普京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節時間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要放一點點就好了 OK 那你享受你的旅程嗎 我下個星期就應該去新加坡 所以我飛完這個希臘東北部的話 就是流到星期一 那我星期一就應該會直接飛過去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公幹的時間 在公幹的旅程不是自己旅遊 那到時的時間 我希望走到應該就走到的 因為去到新加坡時間就跟香港的時差 就是晚上九點半 那如果現在已經希臘了 沒有理由飛回英國 然後向西 然後又向東 所以我就直接 就是由這裡 就應該又去多一次這個 因為沒有直航機 而這個就是 就是做 業績做得最好的新加坡航空 居然是和希臘是沒有直航機的 那所以就要去伊斯坦堡 就轉Turkish Airlines 然後就飛過去這個 新加坡 所以到時應該就新加坡再見大家了 好 多謝大家 支持 不好意思 好 再見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